九十七新華澳報 中通呼吸綜合徵可防可控不用方 2015年7月10日 P03 近日 中通呼吸綜合徵在韓國沙特爆發 這是什麼病?它會引起那些症狀,如何有效預防? MERS並不可怕中通呼吸綜合徵被媒體稱為新非典 但它們其實是非常不同的,人們不要被這種說法誤導 照主任說,MERS最早於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發言 2013年5月,世衛組織通報疫情時正式使用中通呼吸綜合徵名稱 這是一種類似非典SARS的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 引起MERS新型冠狀病毒雖然與SARS冠狀病毒類似 但其受體與SARS不同,主要分佈於人的深部呼吸道 因此,該病毒對肺的侵犯比較深,症狀因此也比較重 另外,中通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可以在多種不同宿主細胞中有效複製 包括蝙蝠、珠和人緣細胞、姐姐宿主均有可能成為該病的傳染源 目前,雖然該病傳染源形不明確,但從已報告的94例病例中發現 存在家庭聚集現象和醫院感染病例報告 表明已出現有限的、近距離的人間傳播 截至目前,沙特、英國、意大利、約旦、法國、卡塔爾、 特尼斯、阿聯酋、韓國等多個國家已有病例報告 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 由於我國與中東地區存在商務、宗教交流、旅遊等人員往來 存在疫情輸入風險 尤其是廣州、上海、北京等主要入港城市 疫情監控面臨挑戰 對於MERS,我們要重視 但無需恐慌 它不太可能在中國大規模流行 因為MERS的傳染性要弱於SARS 當前也不是春秋呼吸系統疾病高發季節 另外,MERS屬於輸入性病毒 與本土病毒相比 我們應對起來更容易 目標更明確、更可控 如何防範MERS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公眾 目前中通呼吸綜合徵上無特異性治療措施和疫苗 要戰勝它 了解該病基本知識 做好與防止關鍵 特別是副中東國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約旦、也門、阿曼、阿聯酋 科威特、伊拉克等 或到近期有疫情發生國家 如韓國、旅遊、京商 勞務輸出 潮近的公眾應該做到 一、應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和環境衛生 做到勤洗手 避免用手直接觸摸眼睛、鼻滑口 儘量避免密切接觸有呼吸度感染症狀人員 如發熱、咳嗽、樓梯等 建議外出時儘量佩戴口罩 儘量避免在人群密集的場所長時間停留 二、旅行期間應注意保持均衡飲食、充足休息 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況 避免過度腦慮 注意飲食衛生 居住或出行時應保持室內或交通工具內空氣流通 年齡較大人群 有基礎疾病的人群尤其應當注意自身健康 三、儘量避免前往動物致養、屠宰、 生育製品交易場所以及野生動物棲息地 避免直接接觸動物及動物的排斥物 四、當出現呼吸度感染症狀時 應及時就醫、患病期間應盡量避免與其他人員密切接觸 近距離接觸他人士應戴口罩、咳嗽或打噴尺使用紙巾、毛巾等遮住口鼻 四、純誤會的 四、純誼 四、純誼 二、純誼 四、純誼 四、純誼 四、純誼